大家好,最近茄子这做法火了 饭店一锅卖58,在家做成本不到5元钱 葱多,柔软,易消化,好吃又解馋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不要钱的青茄子 洗干净之后放到案板上面,用刀把茄子地给它去掉 茄子的皮我们就不用去掉了 因为茄子皮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吃了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接下来我们把茄子给它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细丝 最后再改刀给它切成小丁 所有的茄子丁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往里面加入88粒食用盐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刷一刷茄子里面的水分 抓匀之后放一旁给它腌制5分钟 接下来大碗中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食用盐增加面的筋性 然后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200克30度左右的温水 颠倒变快的搅拌 把它们搅成絮状 全部搅成续状 然后洗干净小手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揉成一个稍微偏碗的面团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直接把面团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继续给它揉 就像洗衣服一样 上下来回给它搓 这样很容易就把面团给它揉光了 我们的面团揉匀揉光之后 然后再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次给它放到大碗里面 上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锁住水分 用手给它涂抹均匀 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一旁给它松弛30分钟 然后再准备一只片的小碗 箱里面打入三颗母鸡蛋 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块钱的嫩豆腐 放到案板上面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条 最后我们给它切成豆腐丁 豆腐丁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大碟的碗中 这个时候把我们打好的鸡蛋液 倒在豆腐丁里面 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是每个豆腐丁上面都均匀的 粘上一层鸡蛋液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把韭菜 洗干净之后 把韭菜根给它切去 再改刀给它切成韭菜碎 韭菜切好之后 装入一个大碟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护色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进锅上火 加入车上的菜籽油烧热 把提前切好的姜末给它放进来 炒出香味 香味炒出之后 再把我们的鸡蛋豆腐 倒进来给它炒一下 用个铲子给它放开 去平 炒至底面冰平 我们给它放入面 最后我们预计炒至所有的鸡蛋豆腐 颜色表面微酸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关火 先一个铲子给它扒开 放凉备用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茄子也已经淹出水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下手给它挪一团出来 用力挤干里面的水分 茄子水分挪干之后 我们给它倒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接着给它加入我们提前切好的胡萝卜丁和葱花 冷凉的鸡蛋豆腐丁 还有我们的韭菜碎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适量的花椒粉 13香适量 适量的鸡精 少许的味精 再来一点食用盐 适量的蚝油提鲜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小末香油 好了 其他的料都不需要加了 然后我们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像妹妹的茄子鸡蛋豆腐馅就调好了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 把我们松制好的面团放上来 不需要揉 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取出一个剂子来 放到案板上面稍微给它揉一下 整理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所有的剂子全部整理好之后 然后案板上再撒一点干面粉 取出第一个整理好的剂子 用手给它按扁 再一个擀面杖给它擀开 先擀长 然后再擀宽 再擀出四个角 最后我们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厚度大约是0.1毫米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我们的茄子豆腐鸡蛋馅 再用勺子均匀的给它摊开铺平 边缘我们给它各留一公分出来 馅料放进来之后 然后把两边给它遮过来一公分 再用手给它按压 按好之后再从一边慢慢的给它卷过来 每卷一层我们都要用手给它压一压 排出里面的空气 好了 像这样一个茄子豆腐卷的生胚就做好了 所有的生胚一次做好之后 我们给它均匀的满放到笼屉里面 摆的时候 两个生胚之间给它留够足以的空间 这样在蒸制的过程中 它不会粘连到一起 接下来锅中加入半锅清水 提前给它烧开 把我们做好的菜卷生坯给它放进来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上汽即时蒸12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两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又焖了两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一股淡淡的茄子的清香味扑比而来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取出来装盘 在均匀的给它摆入一个漏筐中 好了像这样一筐非常好吃又有营养的茄子卷 就制作完成了 搭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我们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饼皮非常的薄 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 既不破皮也不露馅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哦 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真的是太香了 一股淡淡的茄子的清香味扑比而来呀 还有豆腐的香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加了韭菜 吃起来味道更加的鲜美哦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比肉屑的还要好吃随便哦 鲜香味美 表皮非常的柔软又劲道 层层裹着馅料 真的是超级的美味又解馋哦 里面加了鸡蛋 胡萝卜 韭菜 茄子 营养搭配也是非常的全面 因为又是半烫面做的 特别的柔软好消化 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每次茄子这样做 就连贴上的宝宝 出锅都能吃上三个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保证着你 吃一次就忘不了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茄子这样做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饭店一份卖58 在家做成本不到5元钱 好吃美味 营养又解馋 而且又非常的实惠哦 每次茄子这样做 上桌全家老少都抢着吃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茄子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你发点的小手 帮忙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